美国发布了前往几内亚 塞拉利亚和利比里亚的旅游警告 这三个国家是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宣告本国公民避免去西非国家进行不必要的旅行 因为那些国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埃博拉疫情 美国疾控中心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 那个地区出现了暴力对待援助人员的情况 而且利比里亚公共卫生设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美国卫生当局还说至少有三名美国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其中包括两名治疗埃博拉病毒的医务人员 在塞拉利亚等国 埃博拉病毒正在迅速蔓延 来自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官员们甚至不能离开治疗点去寻访感染者 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是如履薄冰 因为我们对于患者的追踪并不真的奏效 世界卫生组织称 自二月份以来 埃博拉病毒已经在整个西非致死1323人 并继续肆虐塞拉利亚 几内亚 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等国 在他们之中 既有塞拉利亚的埃博拉主治医生谢赫·奥马尔汉 也有德孔蒂·索耶的丈夫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拥有美国和利比里亚双重国籍 病发时正在访问西非 她是被她的妹妹传染的 她妹妹在几周前也死于埃博拉 当时还不能确诊 美国国务院于周三确认了她的死亡 我们确认了一名美国公民在利比里亚被病毒感染 并死于尼日利亚 她在去尼日利亚之前已经感染了病毒 医疗专家预计 此次疫情的控制难度将会很大 德州大学医院部的埃博拉研究专家 托马斯·盖斯伯特通过skype 承受了她的观点 这次疫情在整个西非如此大的地理范围内同时爆发 是对于我们最具有挑战的部分 这令我们的专业知识显得十分单薄 一些世界主要领导人纷纷表示了他们对局势的密切关注 并表达了对于病毒向全球蔓延的担忧 塞拉利亚总统奥内斯特·巴伊·科罗马 已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以帮助处理疫情 在一次全国性讲话中 总统说政府正在对发现疫情的地区进行检疫 限制公众集会搜查全人病患 并在机场采取新的程序等 这些措施会持续60到90天 她说塞拉利亚正在面临一场大战 埃博拉是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都很难独立承受的 总统宣布 它会于周五前往几内亚 会见来自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领导人 有工作人员被疫情感染的美国和平协会 和美国塞马利亚慈善基金会正在参举行动 他们正从该地区暂时撤离其工作人员 直到疫情威胁完全解除 VO卫视新闻华盛顿报道